关于美军装备的宙斯盾系统能否拦截略海飞行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这些年来一直都有争论 毕竟超音速武器由于飞行速度很快 再加上略海飞行的能力 对于水面舰艇的威胁不是一般的大 如今美国放出了一段影片 为所有人解答了这个疑惑 宙斯盾系统不仅可以拦截略海超音速反舰导弹 而且还很容易 3月27日美国海军在维吉尼亚州航天总署的瓦罗普斯飞行设施 进行了略海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试验 拦截对象为诺斯罗普的GQM163把弹 采用固体主推和冲压引擎推力 飞行速度在2.6到3马赫之间 用来模拟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攻击 在末端的略海飞行阶段 GQM163把弹的飞行高度只有4.6米 从现场红外摄像机所拍摄的影片来看 GQM163把弹在发射后数秒内 便切换到略海飞行模式 摄像机仅能捕捉到海平面上高速移动的小光点 美军发射了两枚SM2标准导弹 从上往下进行拦截 第一枚SM2导弹就已经击中把弹 第二枚因为失去目标 只能追击已经变成碎片的目标 此次参与实验的是 菲律宾号与梅森号驱逐舰 其中菲律宾号已经服役30年 所装备的雷达系统都是老式的SPY-1B 但面对略海超音速反舰导弹 仍是绰绰有余 梅森号驱逐舰是阿利伯克2A级 雷达系统为SPY-1D 是B型的改进型 对于各国海军来说 略海飞行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一直都是最难以应付的威胁之一 因为这类的反舰导弹速度很快 舰载防御系统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 再加上略海飞行的反舰导弹 也会限制舰载传感器的追踪效果 不过宙斯顿系统有持续搜索的雷达 以及先进的计算机系统 能够快速检测分类追踪和应对各种来袭威胁 另外宙斯顿还能通过数据链系统 将多艘舰艇飞机以及其他传感器进行连线 汇总各种情报信息 能够更全面的应对大规模攻击 参与试验的梅森号 曾在2016年经历过一次实战 当时梅森号正在洪海出口的曼达布海峡巡逻 遭到胡塞组织发射的两枚亚音速反舰导弹的袭击 当时梅森号装备的宙斯顿系统 立刻开启了各种防御模式 先后发射了SM2与RM162导弹 最终击落莱西导弹 这也是宙斯顿系统首次实战记录 不过这次面对的是亚音速导弹 相较于超音速导弹 难度低了不少 宙斯顿面对3马赫的超音速导弹能否有效 在美军放出这段实验视频之前 谁也说不定 如今各国都在发展超音速反舰导弹 射程也越来越远 比如俄罗斯现役的P-800高马脑反舰导弹 速度能达到3马赫 另外还有威胁更大的高时高超音速导弹 据说在末段飞行速度可达9马赫 并且还具备一定的机动性来躲避侦察 在这次试验中 把弹拥有两个超强能力 一个是超音速能力 而另一个则是略海飞行能力 其实从二战时期开始 各国就已经见识到了超低空飞行的隐蔽性 略海飞行能大大缩短被敌方雷达发现的距离 当初在攻击德军T2P4号战列舰的作战中 英国舰载机群就是利用超低空飞行 从海上接近德军军舰 而到了太平洋战争中 日军身风赶死队会从超低空撞击美军军队 令人防不胜防 二战结束之后 舰艇克星登场了 反舰导弹的出现让鱼雷攻击 俯冲轰炸成了过去 受限于技术水平 反舰导弹的飞行高度基本在100米以上 虽说速度超过了身风飞机 但探测拦截的难度并不高 归根结底 是因为这时的反舰导弹飞得太高了 早期反舰导弹通过气压高度进行控制 对于相对高度 精准测量比较差 还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在超低空飞行的时候 还会受到地面效应的影响 如果选择强行掠海飞行的话 一不小心就变成鱼雷了 而且控制系统的核心处理器速度也很慢 导致反舰导弹的反应非常慢 想要避开一些比较高的海浪 就只能将飞行高度保持在100米 直到小型化能精确测量的雷达高度表 投入使用了 导弹掠海飞行与地形匹配 才逐以得到实现 这时的反舰导弹 能将敌方舰载雷达的发现距离 缩短至几十公里 甚至十几公里 让敌方防御导弹的反应时间 所剩无几 同时 海面杂波的存在 也能影响掠海反舰导弹的踪迹 敌方舰在雷达照射反舰导弹时 反射的回波会淹没在海面反射的杂波中 使其难以区分真正的目标 直到舰在雷达引入多普勒效应之后 高速来袭物体反射的雷达频率变高 才与海面杂波有了显著区别 不过掠海飞行对于攻守双方是很公平的 反舰导弹同样会受到地平线的限制 只有30公里的有效距离 初代加百列导弹 只能在弹在雷达试剧内飞行 想要将射程提升到100公里以上 也不是没有办法 第一种就是利用军舰 空中平台提供中继制导 但这种方法有点不靠谱 舰在雷达难以发现地平线以下的目标 空中平台虽然视野良好 能为反舰导弹提供制导 但也容易暴露在敌方舰在雷达的探测范围内 另一个办法就是让反舰导弹在静默条件下 飞行到距离目标30公里的范围内 然后再打开雷达搜索目标 但这要求反舰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不能偏离目标太远 在没有GPS的年代里 加装惯性导航系统成为唯一的选择 然而惯性导航的误差会随着飞行距离和时间进行发散 飞行越远误差也就越大 雷达高度表解决了反舰导弹掠海飞行高度的问题 制导系统窝喷发动机解决了射程的问题 使得掠海反舰导弹真正成熟起来了 早期鱼叉Block-EA反舰导弹 会在末端跃升至1800米的高度 再以7度俯冲角度攻击目标 这时为了让鱼叉反舰导弹的制导系统有更大的作用距离 并且俯冲攻击能够对地方舰艇的上层建筑造成更大的破坏 因为这里堆满了电子设备和武器 不过后来鱼叉放弃了这种攻击方式 而是可以像飞鱼一样降低高度 直接瞄准目标水线附近 使得目标反应时间更短 掠海反舰导弹的出现 给各国海军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从70年代开始 各国海军便想办法增强对掠海反舰导弹的拦截能力 但至今都没有在实战中成功拦截的案例 然而还没等各国验证自己的防空能力 掠海反舰导弹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改进升级的思路就是让它飞得更快 提升至超音速 好处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留给敌方舰艇的反应时间更短 就算最终被拦截了 也能凭借巨大的惯性 继续对目标造成损伤 这方面比较单行的就是苏联研发的白领反舰导弹了 飞行速度能达到两马赫以上 并且还能实现掠海飞行 一度成为西方国家的心头大患 苏联也趁机将其挂载到各种平台上 除了现代级驱逐舰 就连导弹艇空中平台都有装备 甚至是离海怪物 也以白领反舰导弹作为主要武器 不过白领导弹的通用性并不好 超音速让导弹成功突防的概率提升 但低空巨大的空气阻力 也让白领导弹体重达到4吨 是鱼叉反舰导弹的5倍 55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完全不能使用 就连苏联的苏33也只能挂在一枚 即便如此 其射程也只有100公里 甚至还步入鱼叉反舰导弹 以至于有人将7000吨排水量的 现代级驱逐舰形容成大号导弹艇 用这样射程的反舰导弹 想要打击西方国家的航母战斗群 是需要玉石巨焚的勇气的 即便如此 超音速带来的优势还是巨大的 已经是各国所追求的方向 反舰导弹全程超音速略海飞行 能大大减少惯性制导系统引起的误差 同时也能提高中段突破防御的概率 于是俄罗斯又发展出宝石这类的反舰导弹 能够全程超音速略海飞行 重量也降到了三吨 射程更是增加了几倍 能够在舰载机潜艇上进行发射 在通用性上有些改善 而美国在90年代的时候 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 并没有选择在全程超音速略海导弹上进行发展 而是选择保持统一弹径 减轻弹众的多平台通用能力 继续发掘鱼叉这类亚音速导弹的潜力 鱼叉Bark-1B型放弃了跃升后俯冲的攻击方式 得到了EC型的时候 导弹可以进行编程 能够躲避近海的地形遮挡 还能隐藏发射平台的位置 或者让多枚鱼叉导弹从不同方向攻击敌方舰艇 提高整体突防成功概率 后来鱼叉导弹加装GPS制导系统 增加数据链能临时修改任务 增加红外导引头 增强抗干扰能力 美国还想赋予鱼叉二次攻击的能力 以便脱靶后能重新搜索攻击目标 这些改进虽然提升了鱼叉导弹的性能 但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 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而真正开始大量装备的是 在鱼叉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SLAM对地攻击导弹 换上红外成像导引头 装备数据链系统 可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地面环境 并且依据具备对海攻击的能力 后来还发展出增程型SLAM导弹 除了弹径和编号以外 几乎是一种全新的导弹了 仍然具备弓箭能力 毫无疑问 掠海超音速反舰导弹 是各国发展的重点 因为这类武器令舰艇防不胜防 从这儿各位应该能感受出 前面所讲的宙斯盾拦截 掠海超音速武器有多厉害了吧 另外 美国也为宙斯盾系统 量身定做其他防御系统 美国海军提出了一项 区域滑翔阶段武器系统的计划 并在2020年举行的年度国防计划会上 提供了该计划的一些细节 这是一种专门部署在配备 宙斯盾系统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 专门用来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弹 美军并没有透露哪些舰艇最终会搭载RGPWS 但表示这种拦截器的设计是为了能安装在 MK-41垂直发射系统中 美国导弹防御局在2021年开始进行研发 对宙斯盾系统进行分析 以确定拦截滑翔阶段武器控制与集成的初始方案 包括所需要的物理和软件修改 纳入宙斯盾系统所需要的系统设计差距等 美海军导弹防御局计划2023财年 试验SM-6导弹拦截高超声速目标的能力 目前关于RGPWS拦截器设计的公开信息仍然有限 但其主要的目的是击落无动力的高超声速助力滑翔飞行器 而不是吸气式的高超声速导弹 区域滑翔阶段武器系统 这个名字已经表明会是一种地区性武器系统 将在美军划定的各个战区 防御高超音速助力滑翔飞行器的威胁 考虑到这些就不难看出 美国为什么会将这套防御系统集成到宙斯盾舰上 因为水面舰艇可以提供额外的灵活性 能够在重大冲突期间迅速重新定位 还可以占据潜在发射区更近的位置 这是防御高超音速武器威胁式的重要考虑因素 因为这种武器能在较短时间内跨越很远的距离 美国导弹防御局已经表示 未来天机高超音速与弹道跟踪传感器系统将支持区域滑翔阶段武器系统 这些卫星将尽快进入轨道 能够探测潜在敌方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 然后向其他传感器发出信号 比如海上和陆上的传感器持续进行跟踪 美国高超音速武器建设将主要以现有导弹防御系统为基础 通过改进重新研发的方式 最终形成对高超音速武器与弹道导弹的一体化防御能力 除了改进现有系统以外 当前美国还在发展高超声速和弹道跟踪传感器系统 高超声速防御武器系统 高超声速防御区域滑翔武器系统 以及滑翔破坏者四个高超防御系统 今年将是美军海基防御能力提升的关键阶段 届时高超音速和弹道跟踪系统 也将达到初始运行能力 SM-61B导弹达到初始运行能力 或可进行反高超实验 可能成为首款同时具备防空反高超反导反舰能力的导弹 你们觉得在防御系统升级的情况下 高超音速武器还会不会得到发展 各国又该怎么去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带来的威胁呢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然后吃一点 这些顿还有一点 吴旨 sou